绿灯亮起油门一踩向前开 怎么就几秒钟的时间 还没到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骑机车统统塞在十字路口 几百公尺的距离 红灯亮起就是不能过去 一个早上类似剧情重复上演 附近住户快起炸了 十几秒绿灯只能裹三辆车 我们的住户都炸锅了 基本上上班迟到出不了车 这是一个很大的 因为一直给十秒钟的进出 这么来不及 骑机车塞的水线不通 短短100公尺的街道 就有四个号制灯 问题是没有同步 驾驶只能走走停停 基隆市新丰街附近住户 有两万多人 是全国社区最密集的地方 出入必须经过的新丰街162巷 以及和风街二路口 之前都是赏黄灯 接风时段几乎塞车 11月开始进行驿管控制 才事半两天紧急喊咖 因为秒数太短又不同步 衍生更多车流回堵问题 因为它的除车空间不足 只能停三台 所以导致车流回堵 那今天办理这个会刊 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间 先把这号制灯号管制 先做取消 市府议员进行会刊 商讨新解放 附近居民骂声连连 才事半两天就已经守不了了 只希望红绿灯能够同步 让出门通勤更顺畅 TVBS新闻 刘欣奎 蔡新鱼 基隆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